一所里面 情况如何 那些伤兵啊 都是小卒子 说的话里 瞎猜得比知道的要多 幸好 白日里 跟他们玩枪狼滚糞球的时候 借机打听到一些消息 这军里边第一个发狂的 就是一所里的伤兵 伤病 那伤病现在情况如何 好得差不多了 我也探过他 他当真是什么都不记得了 坚称自己是遇到了邪门的东西 还有吗 邪碎作怪的留言 也是从医所里最先传出去的 军队里最闲的就是这些伤兵 别看一个个都是大老爷们 说起小话来嘴碎得很 你这次回去 记得再打听一个人 谁呀 吴琛 吴琛 就是那个广军区的文官 对 你查他干吗 王爷 京中集信 怎么了 长安有麻烦 一定是有麻烦 但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麻烦 什么意思 秦岚不知为何 抓了公主府早年遣出去的两名女币 吴将怕公主府有麻烦 暗中观察了几天 结果却发现了 景阁老在暗中调查 公主当年孕妻时的旧事 公主孕妻的事 查这个干吗呀 初初 剖验完这三具尸体 你可有什么特别的发现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特别的发现 我剖验他们 发现溺死者吸进去的水 烧死者吸进去的灰 比一般死人吸进去的多 又比活人吸进去的少 你是说 他们临死之前 既不是死人 也不是活人 对 就是这个意思 不死不活 那是 我觉得 可以把他们叫做 活尸体 像我这样的活尸体 不是啦 这么说吧 一个人要是死了 再被扔进水里 或是火里 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喘气了 也就吸不进东西了 但活人不一样啊 他得喘气 一喘气他就挣扎 那吸进去的东西就会更多 可是 这两个人不一样 虽然他们死前也吸进去了东西 可是他们吸进去的量 比正常人要少得多 如果一定要形容 是什么状态的话 他们应该就像平日一样 直到死都在正常喘气 那勒死自己的那个人 他身上也有可疑 嗯 最怪的就是这个锋利 一般来说 自己勒死自己 本来就挺难的 尤其是像他那样 他拿腰带 在自己脖子上绕了一圈 一交叉 两手拉在两端 这样就更不容易勒死自己了 因为人一旦被勒到一定程度 会疼 也会喘不过气来 那手上的力气就会变小 除非一上来 就使出很猛的力气 才能一下子把自己勒死 但是 这锋利不是这样的 从他的颈伤 和掌心的勒伤 还有喉部的碎裂情况来看 他不是一下就把自己给勒死的 而是手上 一直使得差不多的力气 直到把自己活活给勒死 也就是说 这三人 都曾身处极端痛苦的状态 而不自知 对 就是这样 他们临死之前 都吃过些什么 都是些正常饭菜的残渣 没什么特别的 王爷 我是不相信这世上有什么邪碎 不过 这几个人的死法 我真的从来没见过 也没听过 他们真的中了什么邪了 怎么了 害怕 谁害怕了 我才没怕呢 就算他们真的中了邪 那活的你管 死的我管 不死不活的 我们就一起管 我就不信 这世上还有什么事 咱们管不了的 若是害怕 今晚就去我那里睡 侯兵送来的证词 我怕是要看到天明了 你放心去睡 我不会吵你的 那我陪你一起看 王爷 经商竟出事了 什么 马上带我去 是 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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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你们 杀 杀了你们 什么事 你 你闪开 你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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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是 把人疯了 你疯了 你疯了 等 tus 你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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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疯了 你疯 你疯了 你疯了 我疯了 我疯了 你疯了 你疯了 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